大家好,我是利命馆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杜天逸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 上一期视频介绍了中国女排、郎平教练李和林,今天我们也来聊聊普通人的运动。 除了奥运建尔门的比赛,现在很多普通人也开始了运动,比如马拉松。 马拉松比赛在国内很多城市如火如荼的开展,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,都会多少举办几次马拉松,以此来提高自己城市的知名度。 马拉松为代表的路跑运动,正在中国迅速普及,它不需要什么职业资格,没有什么特殊需要。 只要是感兴趣的人,不管男女老少,都可以参加。 马拉松赛事官方注册场次和参与人数,增长迅猛。 从2010年的13场到2015年的134场,其中半城及相关运动赛事,共吸引150万次人参加。 参加者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不仅如此,马拉松也往往被当地政府看作是一张城市名片。 主办方会努力把城市最美的风光纳入到赛道中,在三个小时的赛事直播过程中,让参加者和网络前的各位观众大饱眼福。 欣赏当地城市风光精华,趁机吸一波粉,跑出一座城市的独有味道。 2021年,湖北长江超级扮成马拉松五城联动,其中包括厄州站、枝江站、石手站、嘉瑜站、巴东站。 在5月5日上午7点30分,4万人从不同地点,沿江同时开跑,场面浩浩荡荡,向全世界展示长江魅力,彰显湖北这座英雄城市的无限活力。 湖北长江超级扮成马拉松原定于2020年开跑,由于新冠被延期。 2021年,湖北长江超级扮成马拉松重启,是湖北省疫情后首场大型马拉松赛事。 湖北长江超级扮成马拉松的圆满举办,将会赋予不一样的意义。 展现了湖北疫情后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,跑友们共赴参加湖北马拉松赛事的心愿得以实现。 我也参加了2021年京都的网上马拉松哦,还得到了奖牌呢。 在网上马拉松结束后,我也时不时地出去跑步,真的只要你坚持下去,你就会爱上跑步的。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,下一集,我们来看看 很有活力的中国大爷大妈们,他们平时做什么运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